拳皇 比較容易通關的配置大概就長這樣 來吧 然後這隊的配置呢 這張叫什麼啊? 雅典娜啊 雅典娜就是可以隨便 踢完成任何一個角色 只要是這三個屬性 其中一個屬性就可以了 我剛是沒有消到combo是不是 好的 那這部分是有點尷尬的部分 好 來 接下來 我們來消那個 把龍刻用到他跳起來 欸 感謝 等一下 有人抖內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我現在把這個 敵人給打死 回過兩個禮拜都是在看阿虎的影片 謝謝你 Lio嗎?你叫Lio嗎? L.I.O. 的 這是什麼啊? 歐元石塊是不是 好 來疊這個 草屜 草屜 疊起來 嗨 隊長 喔 要記得開K 好 其實這隊只要記得開 應該都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第三關 快開快 快開快 開開開開開開 欸不對 這個要消掉才行 鷹棒 欸 好 鷹棒 看錯了 感謝大家提醒 斗內的本人都說鷹棒啦 很生氣 欸 開錯了 尷尬 尷尬 我要不要重新打阿 我又開錯技能了阿 算了 反正就這樣吧 我的人生就是這樣 一直在開錯技能 一直在開錯技能 開始感到很絕望了 哇 原來是絕望的部分阿 哇 哇 哇 氣死我了 我還不生氣一波 然後亞點納不知道來幹嘛的糟糕 哈哈 算了 我們這個影片就要什麼 失誤也可以通關 好不好 我們來錄一個這樣子的影片 欸 怎麼辦 這個 欸 怎麼辦 這個 失誤也可以通關唷 反正 隊員隨便帶了阿 都可以過阿 好像沒有太大的要求 我 把亞點納壞K就不怕開錯了 你看這樣也過阿 對不對 你失誤沒關係 我們這一部影片其實就跟大家講說 即使你帶了最穩的 拳皇 通關隊伍 你還是失誤的話 還是可以靠這招救回來好不好 這是一個正面的影片 給大家一個危機處理的 示範 那如果說你有開隊的話 就不用煩惱了好不好 更容易通關